这是一个简单的滑轮组 小胖子用力F来提升重物G 此时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多少 机械效率是有用功与总功的比值 找到这两个不就结了 那二者分别是多少呢 小胖子是为了提升重物G 所以提升重物做的功为有用功 假设重物匀速提升了H 那有用功就等于GH 嗯 搞定一个了 那总功呢 小胖子对绳子做的功为总功 拉力为F 假设层次端移动的距离为S 总功就等于F乘以S 这是简单的滑轮组 物体上升H 层次端会移动2H 所以S就等于2H 分子分母约个分 就得到1他等于2F分之计 碰 这就是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那如果是这个滑轮组呢 将重物G提升H 人手拉力为F 此时机械效率为多少 你依然可以按照刚刚的过程 写出1他等于GH除以FS 不过此次物体上升距离H的话 三段绳子都输缩H 所以S等于3H 代入可以算出1他等于3F分之计 碰 那再换一个滑轮组 1他为多少 还是GH除以FS 聪明如你 肯定可以写出S等于5H 代入计算以下 可以得到1他等于5F分之计 碰 思路越来越清晰了 那这个滑轮组呢 1他为多少 还是公式GH比上FS 这回有两根绳子 不能直接数绳子段数了 得慢慢分析 物体上升H 这根绳子头会移动2H 而这根绳子头会移动4H 所以最后S等于4H 1他就等于4F分之计 由此可见 滑轮组的机械效率可以写成 1他等于NF分之计 G是提升物体的重力 也就是轴端的拉力 F是绳子自由端的拉力 N是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S 与物体移动的距离H之间的比值 有了这个式子 即使不知道物体的移动距离 也可以算出机械效率了 而且N是可以从图中看出来的 所以1他 G F 直到任意两个 就可以求出另一个 我们来到提炼炼手 用 甲 乙 两个滑轮组 匀速提升重物 G1和G2 以至物重 G1G2之比为2比1 甲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之比 为4比3 但神次自由端拉力 F1比上F2 为多少 此时 G 1他之比都知道 要求拉力之比 显然直接套用公式即可 来 公式展开一下 甲滑轮组 N 等于3 以滑轮组 N等于4 两式作比 画个简 得到这个 带入1他之比 物重之比 得到F1比F2等于2比1 棒棒的 总结一下 滑轮组机械效率 除了可以用 D式之外 还可以用 1他等于NF分之计 其中 N是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与物体移动距离的 比值 你学会了吗 呵呵